本节目由美国文美教育集团冠名播出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 还有升学的建议 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 有任何的美国升学教育问题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太武士报》公布了 2025年世界大学的排名 麻省理工大学是第一次名列世界第一 本期节目呢 万博士会为大家详细的解析排名的由来 以及介绍美国大学的分类 并在大学申请专业的选择方面提供建议 尊敬的各位美国华人家长 大家好 我是美国教育学博士 从事美国大学升学规划工作15年 欢迎再次来到我的播客 烦请您订阅 点赞 关注我的频道 我期待着 把更多有关美国升学的教育经验 分享给您 刚刚2025年 《太武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发布 今年参与2025年 世界大学排名的高校数量再创记录 本次世界大学排名 共有来自全球的2092所高校入榜 2025年版世界大学排名以深入而丰富的数据为基础 包括对1800万篇研究论文的1.57亿多条引用的分析 以及对全球9万3千多名学者的调查 在去年 为了持续反映全球各地各类研究密集型大学当下 与未来的教研成果 《太武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重大更新 绩效指标从13个增加到18个 排名的绩效指标仍然分为5个方面 但命名有所更改 分别为教学、研究环境、研究质量、国际展望和产业 美国大学继续在的排名中占据主导地位 前十中美国大学有7所 前二十中美国大学有13所 这是美国大学连续第21年在全球排名中占主导地位 2025太武士高等教育世界排名top10大学 我们先来看一下2025太武士高等教育世界排名前10的大学 牛津大学蝉联榜首 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继续上升 居全球第二位 斯坦福大学则排名下降4位 位居2025太武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第6位 哈佛大学排名上升1位 居2025的世界大学排名第三位 英国的剑桥大学 2025太武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第5位 和帝国理工学院 2025太武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第9位 进入榜单前10 2025的世界大学排名前10院校 2025的世界大学排名各国家 地区上榜院校 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是目前排名最高的美国大学 位列世界第二 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佳表现 美国有38所大学位居榜单前100 其中23所居全球前50 麻省理工学院世界排名第二 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佳表现 哈佛大学位列第三 普林斯顿大学位列第四 斯坦福大学这次是前十中名次下降最多的 位列第六 加州理工学院位列第七 加州伯克利分校位列第八 耶鲁大学位列第十 根据对比 2025年的QS世界大学前100榜单中 美国共有25个高校上榜 占据四分之一的榜单 麻省理工学院继续稳居QS世界大学排名榜首 已经连续13年保持这一地位 不仅展示了麻省理工学院在全球学术界的卓越声誉 也体现了其在多个学科领域的领导地位 根据QS今年4月发布的2024学科排名 麻省理工学院在以下11个学科中均名列世界第一 化学工程 土木与结构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 电机与电子工程 语言学 材料科学 机械 航空与制造工程 数学 物理与天文学 统计学与运筹学 加州理工学院在2025年的排名中实现了显著的飞跃 从去年的第15位月升至前十 这一进步凸显了加州理工在科学研究和教育质量方面的持续提升 使其成为本年度排名中最大的美国黑马 根据最新的QS世界大学排名 美国继续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这些学校不仅拥有世界一流的师资 先进的教学设备 更提供多元丰富的学科选择 让学生能根据自身兴趣与未来规划 量身打造学习路径